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面谈不尴尬 浮夸才是最尴尬的 比如宋茜 美是美 但她那个嘴唇简直就像脱缰的野马 12年那部爱情闯进门 你们随意感受一下 这是思念网友时的宋茜 这是求人时候的宋茜 这是吃饭时候的宋茜 这是说话时候的宋茜 姑娘 你为啥永远肚着嘴 嘴唇实力抢系了你造吗 跟宋茜同款的还有张汉 整个人的演技都在嘴上 不笑的时候像变秘 一笑就是表情包 其实靠嘴演技这个派系远远流长 鼻祖就是请之声语萌萌的可云小姐 是她第一个创造了以嘴动人 后人们把她的演技技法命名为汤包好抗嘴法 除此之外 她还首创了谁来救我演技法 人称可云是崩溃 这一绝招在她退役后仍然代代相传 传到这一代 掌门人就成了云珊珊 想当年她晒马甲线之前可是响当当的表情包担当 宫所连城里贡献的表情可以绕地球两圈 还有最经典的月牙笑 真是吓死宝宝了 比袁杉杉还浮夸的是何润东 别看何润东现在演戏好像没什么表情 跟宋茜对戏的时候甚至还没她浮夸 但是当年风云雄霸天下的时候 何润东可是一个分分钟都要炸裂的男子 疑惑到炸裂 开心到炸裂 怒到炸裂 鄙视到炸裂 亲爱的女人死去的时候一定是用生命去炸裂 她不仅拥有不经云士炸裂 还练成了神功 高潮引记法 剧里有一段是何润东让孔茨不许叫她云少爷改叫名字 听到后 这种表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不愧是能以一己之力抗衡可云派的男子 这招式着实可怕 把鼻孔派艾尔康都比下去了呢